歌手霍尊与前女友陈璐的纠纷曾引发社会关注 霍尊与家人于8月下旬向上海警方报案 12月23日下午 据媒体报道 媒体从上海市公安局徐慧分局获悉 因陈某涉嫌敲诈勒索 已于12月22日对陈某采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涉嫌敲诈勒索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 如何区分男女朋友分手时的协商谈判和敲诈勒索 分手时哪些费用可以要回或收取 一方能否对另一方提出青春补偿 围绕这些问题 媒体采访两位法律专家进行解析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物所律师逢为解释 分手协商谈判中 一方利用信息差 对方较弱的心理等因素 形成的优势地位争取更多利益 本质上依然是正当的民事私权行使方式 倘若以揭发隐私 披露某种秘密等相要邪 作为一种加害条件 就会演变为敲诈勒索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物所律师胡永平表示 从网络上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 陈某的涉案数额可能已达到特别巨大的程度 量刑或在十年以上 但考虑本案双方关系的特殊性 以及一方若存在过错 法院或许不会判处如此严厉的刑法 律师解析 分手谈判还是敲诈勒索 若以曝光隐私威逼所才 便涉嫌敲诈勒索 如何区分分手时的谈判和敲诈勒索 胡永平说 双方分手时 一方以感情受到伤害 浪费了青春等胃油 向另一方索要分手费 如果另一方是自愿给予 法律不会过问 如若一方以曝光其隐私 或其他不利于对方的事实相威逼 那么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 胡永平解释 敲诈勒索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畏目的 对被害人使用实施恐吓 威胁或要邪的方法 非法占用被害人公司财物 从而构成犯罪 因此 二者的区别 就是当事人是否采取威胁 恐吓等手段索要钱财 关键在于看涉嫌敲诈一方 是否有已将要实施 某种积极的侵害行为手段 威胁对方的客观表现 双方是否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 冯伟说 谈判中的优势地位 不同于敲诈勒索 一方利用信息差 对方较弱的心理等因素 形成的优势地位 在谈判协商中争取更多利益 本质上依然是 正当的民事私权的行使方式 但是 倘若抓住对方的某些把柄 或者制造某种 迫使其交付财物的借口 以揭发隐私 披露某种秘密 揭发违法事实等相要邪 作为一种加害条件 就会演变为敲诈勒索 若构成敲诈勒索罪 且数额特别巨大 或将面临十年以上 刑期并处罚金 涉嫌敲诈勒索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 胡永平表示 刑法第274条规定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胡永平提到 根据两高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弱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敲诈勒索公司财务价值 2000元至5000元以上 3万元至10万元以上 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 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根据解释规定 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 胡永平说 从网络上披露的情况来看 陈某的涉案数额 可能已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程度 量刑在10年以上 但考虑本案双方关系的特殊性 以及一方若存在一定过错 法院或许不会判处如此严厉的刑法 冯伟同样提到 陈某一旦被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 且数额特别巨大 其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的刑事后果 一些男女朋友在交往时 或许不太会计较金钱等方面的得失 而分手时 哪些费用可以要回货收取 一方能提出青春补偿吗 冯伟解释 如果赠予的财物 只是为了表达情侣之间的爱意主动给付 或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的 按照一般生活经验 属于一般性赠予 只要交付 财物所有权就发生了变化 属于无偿给予对方 收礼物的一方可不予返旋 如果赠予的财物是以结婚为前提 比如购房 购车这样的大额开支 有结婚彩礼的性质 两人分手后赠予目的落空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 受赠的一方应当予以返旋 冯伟说 胡永平还提到 恋爱期间 双方互赠一些财物 可是为一种正常的赠予关系 一方送给对方的财物 如果数量不多 价值不大 一般不得要求返还 如果财产数量多 价值大 或者遭受财产损失的一方 因送礼或其他花费 而导致生活困难 也可要求对方全部或部分返还 若赠予物已毁损而不存在 可折价补偿 关于青春补偿费 胡永平和冯伟军表示 这在法律上莫有依据 根据交往的具体情况 一方自愿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 法律并不禁止 但是 如果一方本不愿意支付补偿 另一方通过要挟 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 则会构成犯罪 离婚时财产分割谈判 与恋爱双方分手时的谈判 有区别吗 是否会涉嫌敲诈勒索 冯伟解释 婚姻破裂后的财产分割 男女双方本身 对家庭财产拥有共同所有权 就财产分割 进行协商合法合情合理 针对并未进入婚姻的恋爱双方来说 双方本身 一般不会形成共同的财产 对于对方的财产 一方往往缺乏合理的所有权诉求 胡永平提到 婚内财产分割 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而且法律规定过错 方少分或者不分 而男女朋友分手索要青春分手费 是莫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 婚内财产分割与婚前索要钱财的行为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离婚后 如果以曝光隐私等手段威胁 恐吓对方并索要钱财的 也会涉嫌敲诈勒索 他跟婚前的性质是一样的 在离婚纠纷中 一方可能也会有多占多的 甚至是敲诈的情绪 但是 离婚后 财产的分割 本身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则 除非双方自愿达成份割协议 如果一方利用掌握的 对方的隐私等把柄 通过采用威胁 要挟 动下等手段 获得本不该得的过多份额的财产 也会构成犯罪 冯伟说 一直在网络上支持货尊的网友 独立评曾透露 货尊一直在上海租房居住 名下房产只有位于上海郊区 孝敬妈妈的一套房子 贷款64% 她妈妈有一套位于上海松江的80坪左右回迁房 据了解 在发生这次事件后 仲晓平和霍尊抱头痛哭 提出要卖掉这栋房子 用于霍尊未来的生活 结婚和还债 她搬到回迁房去住 这样也可以不用再还贷款了 霍尊拒绝 表示自己可以去补习班交生乐挣钱养家 对于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 目前正在依法办理中 今后霍尊能不能重新回到舞台 一切都是未知数 截至媒体发稿前 各大音乐平台依旧无法搜索到霍尊的音乐作品 对于霍尊事件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science nye science scien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